大家好 欢迎收看金牌特派 说到了恐怖情人 就会联想到淡水176这个关键字 指的就是建设公司小开王洪伟 追求女学生不成 竟然狠心砍杀了女方176刀 再弃尸荒郊野外的命案 恐怖情人为了私欲下毒手 夺走女大生的生命 这么恐怖的情杀案 要从2000年9月26号说起 早上6点多 淡水地区的淡海路突然传出了巨响 住户出来查看 发现是一辆宾室车撞倒了一名女子 倒在地上的年轻女孩 似乎已经昏迷了 被驾驶抱起来 居民以为是要送医 没有想到 下一步却是将人塞进了后车厢 而不是后座 或许是紧张 一时之间 后车厢还一直都关不起来 这到底是车祸送医 还是辱人事件啊 车厢还一直车厢 车厢还一直在下车厢 后车厢还放 后车厢还放下车厢 然后在外面 外面就车厢还车厢 车厢 淡水警方接获了报案电话 赶到现场的时候 宾室车一定离开 只剩地上的便当和包包 犹豫人记下了宾室车号 警方查到了王家 才获知这个轿车 都是25岁的王洪伟驾驶 王家在一时之间 也联络不到当事人 没想到警方这时又接到报案 割草工人在车祸现场 相隔4公里外的一处草丛 发现了一具下半身赤裸的年轻女尸 警方这时心里一惊 难道遭到王洪伟带走的女孩 一惊遇害 死者的脸部被砍得面目全非 根本看不出来原来的样貌 伤势也集中在颈部和胸部之间 可以说是血漏模糊 更残忍的脖子被砍到只剩下一层皮 还连着 尸首几乎要分离 全身一共有176处的刀伤 后来死者的家属透过了服装 加上现场遗留的便当和包包 确认死者就是20岁的张姓女子 而宾室车的驾驶王洪伟 正在追求张姓女大身 才认识几天 没有想到就发生了凶杀案 起初王洪伟他不承认案子跟他有关 但是警方在他的球鞋 指甲还有后车厢 都踩到了死者的血迹反应 他才坦诚犯案 对啊 他就是你把他拖进去心里面 对 他再说就对了 我还要你拖那个心里面 对 好 警方想不透的是 王洪伟明明正在追求女大身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要对情人下毒手 而且行凶的手法 根本不给对方活命的机会 两人也没有深仇大恨啊 死者的家属告诉警方 王洪伟是富二代 父亲是当地的建商 在命案发生前一个月 王洪伟在卖场认识了女大身 有了好感 男方是展开了热烈的追求 两人曾经出游过几次 但是女大身啊 一直觉得两人个性不合 拒绝成为男女朋友 不仅如此 事吧前两天 女大身曾经跟着王洪伟参加了车队的露营 过程中再度吵架 女大身在一气之下 自己先离开回家了 两人是不欢而散 事故女大身直接要求王洪伟 别再联络啊 就是因为之前发生过这些事 家属才说啊 一定提醒了女大身要小心安全哦 没有想到王洪伟是恐怖情人 追求不到就杀害对方 那命案的当天又是发生了什么事 让王洪伟失去了理智 追杀女大身176刀 王洪伟告诉警方 他因为想要挽回感情 当天一早担下了女大身 想要跟他沟通 没有想到女大身是直接拒绝 还在大街上骂他不要脸 所以一怒之下就开车冲撞他 再将昏迷中的女大身塞进了后车厢 开车的途中 女子醒来之后挣扎抵抗 还变称是女大身在后车厢 捡到了一把刀要杀他 王洪伟是出于自卫才悔砍 不是预谋杀人 但是这一切都被家属大骂男子说谎 因为女大身身高只有155公分 身材娇小 再加上当时两条腿已经被撞伤了 根本福利反击啊 我再次还向对方家属他们至上最深的潜意 谢谢 还会再相似吗 你接不接相这样的结果 结果运竹联名我们 命案的真相是 当时王洪伟发现了女大身醒来 一不做二不休 拿起了玉藏的西瓜刀砍他 活活将女大身砍死 再弃尸在周边的草丛里 由于不是凶案的第一现场 始终无法遭到死者的魂魄 让家属很伤心 我妹妹已经死了 永远回不来了 她现在说后悔有用吗 她现在跟法官求饶有用吗 她只是想要活下来 她并不是真的后悔啊 到现在连她真的杀害我妹妹的地方 她都不肯讲 这叫做真正的后悔吗 我们怎么遭魂 我妹妹怎么安息 原本一审法官以杀人罪 判处王洪伟无期徒刑 但是检察官在上诉之后 二审认为凶贤疯狂杀人 手段凶残 由于是隔绝的必要 改判死刑 但是让家属气愤的是 凶贤对于杀人的第一现场在哪里 始终交代不清 直到一段影像曝光 被查扣的轿车后车厢 在没有人的情况之下 竟然自己会开开关关 开开关关 话是这么说 但是车厂的人员 私底下都害怕接近这辆轿车 家属难过地说 这是死者的冤气未消 赶到车厂 对着后车厢来召唤 死者的魂魄 在四年之后 才顺利的引回家 我们就是这些亲戚啊朋友 知道这个网站 那我们常常会上去 就是把我们思念妹妹的心情啊 在上面做一个书吧 因为我们相信就是说 我们有上电话机给他 我们相信说他看得到 家属为死者架设了网站 逝去的蝶 正逢双十年华的他 因为拒绝一段感情 惨遭176刀砍杀 从此化身彩蝶 消失人间 事情发生至今20多年了 王洪伟的家人为了表达歉意 赔偿死者的家属有860万元 希望能有改判的机会 不过 案子七度更审 还是维持死刑判决 似乎现在很多年轻人 他就是得不到 他就要摧毁他 那种要不得的 整个社会方面的 给他带来的观念 处理情绪的时候 不太懂得怎么样能够 自控 我扑到很多的死情况 很多都是这样的 你问他为什么那样做 他说我也不晓得 我眼睛发黑 这个就下去了 通常就是上司理智的时候 情况是这样的 到监狱探视王洪伟 多达上百次的牧师 黄明胜拿出王洪伟在狱中的画作 画的都是上帝派来的勇者 因为王洪伟有了信仰 让他不再逃避 也深深悔悟自己曾经犯下的过错 因为出场爱情智慧的时候 总是令人深深的着迷嘛 无法自拔 我更无法接受 说分手的打击 我也无法挽回这个大错 所以我再次写信来 向你们道歉 请求原谅 虽然我能被囚在里面 像冬天看守所也会给我 用水可以洗脏 我就仔细想象一下 心灵的SPA 在里面看着山 看着水 这就单纯有信仰的风景 我就比赛起来 胸前王洪伟 在监狱的这一本蓝色的手札 就是他的日记 他写着 以前的贪婪 眼睛的情欲 肉体的欲望 才让我心灵败坏 字字句句充满回忆 在脚流的时候 夏天流汗了 那个脚流碰到汗水里面 盐盐盐盐就生锈 生锈以后刮他的皮肤 皮肤脚的地方都是黑黑的 因为刮破以后 等一下又刮 那里面都是黑的 等爸爸已经五年没去看过他 他希望我们跟爸爸聊 他说 儿子犯很多的错 让你伤心 其实真的也很对不起 希望有生之年 还能够再看看爸爸 那妈妈这个部分 是我们竟然在照顾的 所以 虽然他这个在亲情当中 他也懂得怎么样 按照神的一些话语 来做 该做的人责任 7度被判死的王宏伟 随时面对被枪决的那一天 也透过了母亲 写下了器官捐赠的同意书 希望还有求生的机会 但是被害家属 仍然无法原谅杀人凶手 也难以跳脱 失去亲人的伤痛 我给他机会 谁给我妹妹机会 我妹妹已经永远都没有机会 其实我们只是希望说 他不要再回到这个社会 去害其他的人 那只要他一直被关在里面 不要再出来 其实就OK 家属不愿再看到 杀死亲人的凶手 连道歉信也拒收 王宏伟在写给教诲师的信中 透露出自己亲信 又度过每一年的生日 这些年来靠着信仰的力量 面对未来的每一天 也一再尝试活下来的机会 这一段时间 王宏伟申请了两次再审 都遭到了驳回 也曾经向总统请求特赦 没有获得回应 虽然王宏伟2009年 就被判死刑定验 但是拖到现在还没有执行 这名恐怖情人为了私欲下毒手 也毁了年轻女孩的一生 当社会在关注死刑犯的人权 又有谁怜悯逝去的无辜生命 以及家属的悲痛打击呢 最后还是要忠心的祝福 有情人终成眷属 故事说到这 有任何的想法 也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最后记得订阅台湾大搜索频道 掌握最新的进度 我是金牌特派 下次见 原来好的一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一生菌 是国家认证AB克菲尔一生菌 含7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 能产生GABA 色胺酸等蛀棉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一生菌 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 克菲尔乳感菌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记转 对季节敏感 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只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 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 β胡萝卜素 維生素K 維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一生菌 专利制成 无塑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一生菌 越阳星全校贵 越好 ga 越高尽 有礼山